美国疾病防治中心从本周五开始 增派100名人力到纽约甘乃迪机场 旧金山和洛杉矶机场 对来自武汉的旅客进行筛检 这是美国自2014年伊波拉疫情以来 最大规模的筛检动作 虽然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只公布新增4例 共45例确诊病例 但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金银潭医院 早已人满为患 更传出有多名医护人员遭感染 自由亚洲电台推特发文 武汉、长沙、成都、南陵、广州、深圳等大医院的急诊科 医护人员要穿上SARS期间的防疫防护衣 来接诊所有发烧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中国籍男患者 在返回日本前在武汉与父亲同住 而父亲患有肺炎 因此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传染 多家外媒报道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MRC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 发表论文指出 武汉有1900万人口 但是每天只有大约3400人搭击出国 因此推估实际染病的人数 可能已经超过1700人 到底这种新型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是评估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呼吸道疾病 即免疫中心主任梅森尼尔表示 将每天持续密切关注 目前最让大家担心的是 过年返向大潮即将到来 根据官方资料 今年将有超过30亿人次的旅客发送量 但是在中国 许多火车站等交通枢纽 仍然还没有任何防疫措施 而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 对5000人进行检测 现场二台电视江紫阳编译 然后我们下期待